一塊白布隨意抓起一個小腳 用橡皮筋綑綁起來 準備進行渲染 綑綁的時候還要用點技巧 這樣設計出來的花紋才會漂亮 這是內湖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開辦的手染部課程 吸引許多里民前來參加 我看到老師的那種每一條的圍巾裡面的花樣 都是獨特的 都完全不一樣的 我相信這個是我第一次接觸這個東西 如果可以的話 相信這只是 這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紀念品 平時幾乎都以登山健行戶外活動為主的社區居民 難得有機會坐下來上課 大火仔細聽著講師介紹植物特性與色彩 與手染部的操作技巧 一有不懂立刻提出問題 充分展現學習的企圖心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學員都很開心 因為我在想可能是因為 都市人對於這些自然的部分 會有覺得有一種嚮往 然後當他可以自己親手動手做的時候 會感到很開心 課程最後每個人都把自己綁出來的花紋擺布 放進早已沸騰的洋蔥皮植物染料中 等待結果出爐 不管做出來的手染布如何 學員們都很有成就感 也透過這門特別的創作課程 拉近彼此的距離 直播大臺北市的新聞朝東華 財寬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